其實現在這個處理原則只是一個行政規則 甚至還不到命令的層級 而且從內容來看也是只有訓事 甚至於沒有約束力 所以真的很難有效果 所以院長從你的角度來看 既然你說重新檢討 你有沒有認為現在的規定要怎麼檢討 我想現在有一些觀念上 我們必須要先釐清 譬如說我們有利益關係 並不表示有利益衝突 就是利益衝突的規範 應該是怎麼去處理這個利益關係 現在很多說利益關係你就要迴避 這個就沒有辦法做到產學合作 我想院長如果現在的回答是這樣的話 想必你還是只有方向 不過我想經過今天早上的諮詢之後 你一定會更有心得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檢討 那我在這裡我是覺得院長是科學家 經常在面對失敗 這一次的失敗其實也只是往成功的路上在走而已 那我是希望這次的挫敗不會對院長 您為台灣貢獻的心意造成影響 那但是呢我在這裡也要提醒院長 其實要用誠懇的態度來面對現在大眾的疑慮 甚至是重建學術圈返台工作的信心 我想這次院長責無旁貸的任務 我在這裡也提醒院長謝謝您 好 感謝 感謝 好 謝謝蘇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許智傑委員質詢 10分鐘沒有延長 主席大家好我們請汪院長 好 請汪院長 許智傑委員好 那個院長這個科學的高材生生活的低能了 你覺得這個來形容我們汪院長恰不恰當 不恰當 哪裡不恰當 我沒有低能啊 我可能跟一般社會大眾想法有差距 但是不是低能 不是低能啦 我們只是個描述 比如說媒體問你說 你到底有沒有股票的時候 你的回答是沒有嘛 對不對 在我名下沒有 對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社會跟政治這麼險惡 那你一不小心答錯了一個東西 或者是漏打了一些東西 或者是少想了一些東西 然後就會引起了軒然大波 對 這一次的案件 院長自己也講說 即使你覺得你一切都是合法 對不對 但是怎麼知道會變成有這麼大